各位首長各位園圖人大家好 主席會請江部長 請江部長 蔡委員好 部長好 我想我在不僅在內政委員會 我在國防委員會 我對於說未來要改成那個 募兵制 全部兵制 真兵制改成募兵制 我都持反對的立場 除非說像我們台灣 像台灣說你未來沒有戰爭 你說你真兵 保持相當的軍力而已 但是如果有面臨威脅 我認為募兵制都不可行 但是整體的國家政策 走到現在這樣子 我個人也無法彈簧擋車 但是我認為要實施 既然要實施募兵制 我們總有一套說詞 讓民眾相信 但是我們現在是這樣子 從頭到尾改募兵制 沒有說另外還要訓練四個月 現在國防部規定 中時是 中時是實施全募兵制 但是所有的一拿都要受訓四個月 這個部分我不曉得 你內政部的立場是什麼 我在國防部 國防委員會 我強力的反對 我說那你這個就欺騙社會大眾啊 既然你實施募兵制了 哪裡需要再訓練四個月的 就是說再受四個月的軍事訓練 我們今天為什麼說一年的疫期 不符合這個軍事訓練的這個成本 最主要說他這一年訓練了以後啊 他一年中這個死院的這個那個相對啊 這個時間太短了 所以說不斷的訓練 狂好造成國家的負擔 你訓練四個月後 那更更短啊 更沒有效果啊 我不曉得內政部的立場是什麼 是經過兩部的會商 確定的 現在是說實施募兵後 仍然要受訓四個月嗎 下委員報告 這個募兵制基本上是國防部的政策 這個其他部會我想並不適合 替國防部去決定募兵制 該怎麼做什麼時候做 那至於說在實施募兵制的同時 會保留這個所有的國民 受訓這個四個月 這個是我相信是因為我們 中華民國憲法裡面規定 國全力國民有服兵役之權力義務 也就是要符合憲法的規定 所以國防部有那一方面的 一個折衷的規劃 這是據我初步的了解 那跟內政部商量過了沒有 這種事情主要是國防部決定 我們內政部是配合來辦理 像那個兵役 因為役政署是負責 這個役男如果要準備通知入伍等等 這種事情 但是整個的那個募兵制的政策 這不是役政署負責的 那同樣的 我在那個國防委員會 對我也鐵口直斷 我說現在如果開始實施 四個月的訓練 就好像我們一起一樣 從三年兩年兩年然後再 那個一年六個月一年六個月 一年那個 到最後我說這四個月的受訓 會變成可能是一個月 甚至一個禮拜 如果說只是為勉強為了符合憲法說要服兵役的 你服四個月 跟服一個月有什麼不同 服一個禮拜有什麼不同 這個值自己找話題 自己那個製造困擾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我反對募兵制 但是如果是實施了全募兵制 我也反對受四個月的這個說 算是替代憲法中服兵役的義務 做這樣子自我解釋 這自我爽了而已啊 我是反對的 所以說希望內政部在這個議題上 那個也能夠有清楚的那個那個政策 第二哥如果說全部兵制以後 我們還有我們還有替代意嗎 沒有原則上就沒有替代 沒有現在的這種替代意了 那還有什麼科技替代意啊 或者什麼 還是全部都沒有 因為疫情還有一年左右 所以這個替代意是有有意義的 如果說縮短到四個月或三個月 那基本上替代意大概應該不需要再另外去規劃 所以說我們研發替代意基金這個還有存在必要嗎 我來請議政署基金方面 委員好 那個研發替代意的話就是我們規劃大概還有十年 因為以目前國王部的規劃目的規劃 如果是103年 現在我們大概是108 現在我們大概是 大概是 當然假如是 研發替代意它達成使命走日歷史的話 當然我們當初規劃這個基金的話就要繳回國庫 因為它是十一種 所以說隨著那個替代意的 研發替代意基金 如果我們在實施全募兵制就沒有替代意 沒有替代意這個研發基金就 走路全募兵制因為它的規劃有一點階段性的 它還是會有募兵 但是它是一種過路其實有一段時間 大概我們假如以 以民國8304為止 以現在國王部的規劃我們大概研發替代還有十年 以現在它這種規劃這種目前這種進程的話 其實如果103年實施募兵制 只是後續的這些服役的人員 這個人數是越來越少 所以要留這個替代意的這個 這種形態我認為不一定 不一定是需要十年 也許你就以103年這個為準 這也是一種方向 是我們跟我們評估 因為我們當初是國王部規劃的 國王部它規劃它是因為你在 聯制確定以後還要轉服一年的替代 在之前的還要轉服一年的替代 所以這樣累積的這樣人事人次的話 我們是夠的 是夠的 我們就預估是到108 109都是夠的 是 因為我們對於 對於這幾年替代意的這個實施啊 如果單純我馬祖的這個立場 我也很很謝謝就是說 我們只要馬祖離島的孩子 他願意服替代我們都充分的這個提供 這麼多年來我也在這邊表示感謝 感謝之意 好 那接下來我再想請教一下 因為我們很 在內政部很奇怪的編了 編了一個信託基金 現在我們信託基金有黃瑞瑾先生獎學金 跟胡緣 緣女士獎入學金 其實其他各部會好像都沒有耶 我是各有種各部會 各委員會 但是只有這兩個 這兩個信託基金 而且只有內政部來報告這個信託 也許各部會都有 都有他並沒有列到那個報告 其他部會可能有 我好像同仁跟我講說 我想賀學金 捐助賀學金這個很多啊 這是某一年好像委員在審查的時候 要求我們把那個信託的基金也要承報 好像從那個時候開始就也列在這個書面資料裡面 我是感覺 沒有 不對的 如果有是 應該用會通過 所有的各部會 有的那個這個 信託的這個 假學金都要 結果只有我們內政委員會 單獨的說列了一個兩個假學金 我我我看這個並不 並不妥當啊 其他委員會我沒有沒有沒有看到了 我是各委員會都都遊走各委員會都在跑 這個是我們是尊召委員會的決議辦理的 所以沒有辦法 甚至於我們很多學校你看看 如果這樣子講 內政部如果這個獎賀學金 這個受信託的 需要那個 那各學校我不要講遠的 像我們馬祖高中 他就有很多捐助 一個人名義捐助的那個這個假學金啊 所以說我希望內政委員會的委員們 大家也應該跟 統一的跟那個 那個 院會 院的各委員會那個做做個參照 不要單獨說你你你要哪一個部會 呃 真報真列報告 每年這個現在變成一個 一個跟 蠻長一樣啊 確實是需要需要 委員們需要做檢討 不然擴大自己的這個權力啊 對自己也沒有好處啊 多多多增加這個時間的付出 好 我的我這個 既然不是內政部 我希望內政委員會的委員們 提供你們做參考 希望能夠統一來做處理 好我的質詢到這裡謝謝 謝謝委員